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用上班 太爽了 小点声 你来了 你看 我把仙人掌给你带回来了 我还给他换了个新花盆 摆在你的新办公桌上 好不好看 好看 不过他要搬家了 你要去哪儿 我辞职了 什么 你辞职了 从今天起 你不用再叫我谈恋爱了 也不用陪我工作了 你自己好好的 赵章月 你是不是因为我公开表白惹你生气了 你就因为这个你连公司都不呆了 你是不是就想离我远缘的 你不会要哭了吧 你要真走我真哭给你看 嗯 那你给我哭一个 你 周连玉 你学坏了 我逗你呢 你妈没同意我辞职 从今天起 我无限期休假了 刚好 我入职以来还没给自己放过假呢 也放松一下 我走了以后 就没有人监视你了 你要好好干活哦 打工人 小姨妈你真的要走啊 赵总你别走了 我们都支持你 赵总我们再考虑考虑 你走了我们主辛苦就没了 是啊 这段时间辛苦大家了 也谢谢你们 通过我们的努力 取得很好的成绩 你们别放弃啊 我相信这个项目还是很有前途的 年底一定拿个大红包 赵总你真不能走 这事不能让你一个人背锅啊 是啊 就算我们拿了大红包 我们也不开心啊 我们找谁亲公主啊 刚好我也可以给自己放个假 我也挺高兴的 不保持人 我们不肯定 那是不肯定 没有那么不肯定 我们不肯定 为什么 我们不肯定 小月 小月 等等我 你这儿干吗 我陪你休假 作为一名合格助理 老板都离开公司了 懒在这儿干吗 谁批准你休假了 你别管谁批准的 反正小姨以为我就是休假了 不用上班 太爽了 你小点声 我呼